那个时代里面刚好也是《万国功法》 他那本书写出来了 然后他就从欧洲带了三本原文的《万国功法》 回到美国去 然后他曾经这样讲过 This book 《万国功法》 has been continually in the hands of the members of our Congress now sitting 这本《万国功法》持续地在我们就现任的 这些国会议员的手里面 所以《万国功法》受到他们的国会议员的研读 所以在国会议员来研读《万国功法》 高级班杨要选职务 你有可能选的是议员 你有可能选的是内阁 那你如果是选议员的人 那你要不要读《万国功法》 要 你要学习美国的那些国会议员 他们可以读《万国功法》 那你如果是走的是内阁呢 你就是走行政权 那行政权有没有小故事说 当行政权的人 他有没有在阅读《万国功法》 那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子 美国的华盛顿第一任总统 他也在读《万国功法》 他为了要治理美国 他也没有执政过 他也没有当过以前 没当过总统 那他当这个总统之后 他怎么带领美国 怎么运作美国 怎么经营美国 那就是参考《万国功法》 那他这个小故事是这样子 他在1789年的时候 就应该把两本书 还给人家曼哈顿图书馆 哪两本书呢 一本就是《万国功法》 一本就是英国下议院的 执行的会议记录 他在看 他在看 他才知道说 怎么行政 怎么经营国家 怎么跟国会 国会的议题大概都是什么 他才知道 他就在读这两本书 结果这两本书 一直放在他身边 结果他都没有还 那没有还 这件没有还书 这件事情 一直到2010年那些年 被媒体发现了 发现了 才发现说 如果从这一天开始算 算到2010年这个时候 那他们这种 没有还书的研制费用 累计起来是美金30万 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出来 那当然他们媒体 不会苛责 华盛顿嘛 他们媒体反而是赞美 华盛顿说 哎 那美国建国之初 以建国之初 那另外的先人 都很努力的 要来经营美国 把美国治理好 所以他们都在念书 念什么书 外国公法 要把美国治理好 让美国强大 所以美国今天 这种局面 不是他们的新闻 是这样走过来 所以我们将来执政的时候 或者是 今天要做执政的准备 你需要开始看望 何公法 所以这个词 那 Gregory 这些词 AYMAG dogs 我可以给大家说 刚刚到那幾个概念 我们用这个字 你可能就可以更明白 liking the legend 你可能就可以更加明白 很多人 對不對 很多人 那這種人是什麼樣子的人 他身體裡面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對 就是人民 就是喬爛就是人民 所以 剛才我告訴你 Nation Oral State 就是Sessanties of Man 有沒有 人所作弦的社會 他作弦之後 他是不是要賦予這個組織權威 Public Authority 他賦予他主權 在這個圖形 在這法國裡面 哪一個圖像可以代表國家主權 哪一個圖像可以代表國家主權 對不對 左邊 這支 這支叫權杖 這支叫強 這個是主權嗎 黃冠 有人說黃冠是主權 黃冠就是殺人體 黃冠就是主權 那他兩支手裡面握了一個東西 一個叫權杖 所以剛才法文要靠北進行 他有聲音說的 你那個黃衛啊 那個黃衛啊 他就是唯一可以使用 跟權杖的人 那這個權杖是代表一種power 那這個賤也是一種power 強就是一種世俗上面的有形的力量 權杖呢 就是一種宗教上面比較無形的力量 無形的力量 那這支劍呢 這個國家如果行使這支劍呢 它的什麼意思 也讓對內可以執法嘛 可以管理所有內部的事情嘛 那對外呢 對外呢 對就是武力 就是要怎麼看另外一線巨人 怎麼樣 賤金 哦 是賤金 那在泰國共和裡面 第一 它有一個名字叫做 right of sword 怕要管理的 國家啊 開始揮動這支劍的時候 他就是要行使 他這種鼓勵的時候 啊 如果對另外的國家 行使這種right of sword 怕要管理 他就是該於國家建進 他如果要繼續走 對其他人 自然人的一尊 這也是right of sword 這一線歷史 這就是這個國家在行使 他的報復權 叫做行使國際的報復權 這最有名的例子的是 美國總統下令他們的特首部隊 去巴基斯坦抓到併加坦 然後把他抬掉 或者說美國很多這個部隊 在阿布漢把那個塔利班的首腦 怎麼樣 一個一個 排掉 哇 因為這些恐怖組織的 這個首領 他是不是國家 不是 所以他行使國家的關係 就是行使報復的權利 所以國家行使報復權 就是把那個自然人抬掉 因為他對美國最愛 所以這個項目是這個意思 權障就是宗教的 所以宗教所有的宗教活動 都要受到國家的控制 就是不可以操略國家 因為國家是最高權 所以這個圖裡面 你會發現 為什麼這一季 他是一個人的樣貌 然後他又人的面貌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這樣畫 西方的這個畫 這個畫的人 他們有什麼 他們有什麼類類 有什麼想法 自然就是人 就是法人 所以法人 這種是自然人 所以國家就是法人 所以他把它畫成一個人的樣貌 所以畫成人的樣貌 所以國家就是法人 要記住 國家就是法人 所以這個圖裡面 表現出來的就是那個奏 那至於這個皇冠呢 就是國的租款 所以這個租款 有這個租款 他就有這個國家的環圍 他就這樣行使這些權力出來 然後這些土地呢 就是這個國家坐落的地方 那是這些人民生生息息 還有出生成長 在這邊生活 過一生的地方 過一生的地方 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叫做Country 這種地方不是Country 這間叫做Nation 那怎樣 Nation跟Country的差別 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Nation坐落的地方 他在生生不息的地方 叫做Country 那本身這個叫做Nation 那在他這個皇冠的權威底下 所從領的所有Country 這個地方叫做他的 Territory 跟著也領土 那他皇威 皇威可以遍及的地方 叫做他的多美 也領域 所以他這個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那我記得蓋了沒有 你再看一些文獻來看 歐美的政治的這些報道 你會比較能夠理解 你在說什麼 那我們來看一看實際的狀況 跟這幅土有沒有一樣 那你就會發現 西方國家英國 那他是不是像外國共華裡面 講的那樣的一種國家的樣貌 看一看 這是英國的伊麗莎白女王 他在1953年要登基成為 女王被加冕的那個典禮 他在這個典禮裡面 你有沒有發現 他手上握的是什麼 你看你手握在那裡嗎 這支的 戒 戒 有沒有 意思是說 英國人跟英國 的這種武力的這種權威 是不是託募給英國領王 是不是託募給伊麗莎白 二世 對不對 這是 他被戴上皇冠 有沒有 被戴上皇冠 皇冠就是國家的主權 所以是把國家的主權 托付給他 再來 另外戴上皇冠之後 他手上拿什麼 這兩支都是權杖 一支 他拿著這個權杖 他可以行使公平正義 他也可以行使慈愛跟寬恕 所以 女王 所以可不可以特色 有人犯罪 他不可以用特色 有沒有 特色就是國家的主權 行使 那 有人犯罪 有人犯罪 最大惡極 最後被他絞刑 處決 判死刑 那這也是權杖裡面的公平正義的行使 你了解 所以這整個 這個儀式裡面 有這種意義 有這種意義 所以他拿到權杖 就是要 為國家的公平正義 要行使國家公平正義 你知道嗎 當國家有需要的時候 他也可以展現國家的這種 慈悲跟寬恕 再來 那 這個過程裡面 他被加冕 這個是主教 這個是大主教 大主教幫英國女王戴皇冠 那他這個意思就是說 代替天 代替天 代替英國人民 把這個主權 託付給英國女王 託付給英國女王之後 這三個人 做了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他們全部跪下來 跪在英國女王的旁邊 表示臣服 表示臣服 服從 那你回去看YouTube 搜尋他們的這個 電視的轉播的這個畫面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三個人都跪下來 那這三個人跪下來 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 他們三個人是主教 大武教 對不對 他們是代表 宗教上面的最高的那種 最高領導員 就是最高權 都是在宗教裡面 那宗教 國家代表的 Saray 跪下來 在臣服 那意思就是說 宗教的力量 是落在 國家諸款的手台裡面 是爹在國家的手台裡面 所以你就會發現 英美的國家的首領 你不會看到 他們去廟裡面 燒香 拜拜 然後祈求 國太裡面 不會 不會 你不會看到 因為你如果做那個動作 就是意思就是說 在國家之上 還有另外一個 比它更大的力量 來控制著你 所以你才要跪下來 成為它 所以不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國家就是一種最高權利 在這裡 這一段話 這段話 拉近文寫的 它寫的是 There is no power on earth to be compared to live 在這個世界上面 沒有比這個國家的權力更大 他就是最大的權利者 他是最大的權利者 所以 好拜 各位 執政不要好 是財務門政府的官員 那你千萬元的動作 不能去做 你不可以去廟裡面燒香 但用著政府官員的身份 去廟裡面燒香 拜拜 祈求國太裡面 可不可以答應 可以喔 為什麼 到底是在這裡 這樣拜吧 所以我現在台面上的外面 來一些政治人物 三不五十跑到廟裡面 燒香飯飯 祈求國太明安 那是什麼體制 聽起來就是 看起來就是很怪 從這個 望婆公法的架構裡面來看 那是還 那是還把國家的這種 權威尊位 掃地嘛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所以不可以這樣子做 不可以這樣子做 所以你也不會看到安倍晉山 去廟裡面燒香 拜拜祈求國太明安 不會 都不會 那你也不會看到說 政治人物 遇到了什麼 一個難題的時 遇到一個比較艱困的狀況的時候 開始燒香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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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心靈 說 啊 再來你怎麼做 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這種行為 是不是很離譜 對不對 這種行為就很離譜 所以不要這樣做 不要這樣做 不要這樣做 後來 三文題 你怎麼說 諸款 三文題就是公共權威 這種權威怎麼樣呢 他可以管所有這個國家的事物 在這個國家的裡面 所有的事物都歸這個權威 主權來控管 那這個主權也可以讓 喔 也可以讓所有的人民 服從 他可以擁有讓人民服從的一種方法 喔 這是沙文題 那沙文題 也特徵喔 那怎麼來行使 這個沙文題 他是不是屬於國王 他或是屬於總統的特權 他私人的特權 特殊權利 是不是 不是 這個 這個諸款是屬於國家整體 是屬於the body of society 是屬於全體國民的 是屬於這個國家的 這個諸款是這樣來的 不是被突兀的那個人的私財產 不是他個人的私人的特殊利益 不是這個概念要釐清 再來 這個沙文題可以怎麼樣呢 第一個 他可以命令 commend 他可以命令他的官員 公務人員 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他可以order 他可以規範 他可以規範 他可以指引 他可以指引你的公民 你的這個國家的成員 你要怎麼去運作 你要怎麼去達成我們國家的目標 用什麼方法 他的國家目標 他怎麼來運作這些人民 讓人民可以往什麼方向去走 所以這個沙文題本身 有這樣的一個特徵 可以命令 可以規範 可以指引 那怎麼樣來行使這個沙文題呢 行使沙文題的方法 有很多種 有很多種 那每一個國家 他用他自己 最適合於他的方法 那這是什麼方法呢 我們來看看 kind of government exercise of authority 行使國家主權的方法 在萬國公法的裡面 他基本上都是三種 那這三種的話 就會形成不同國家的體制 第一種叫做democracy 我聽到自己了 自己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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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cracy 什麼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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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馬來西是什麼 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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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是單一的 對吧 對吧 這是很多 democracy 馬來西 馬來西 馬來西是一個人 這是君主國家 這叫做民主國家 這叫民主體制 這個是君主體制 那意思是什麼 這是常識的 什麼時候在 來看這個圖 剛剛是不是在這個皇冠 英國女皇是皇冠 皇冠是不是國家主款 國家主款 有一個人的 黑人 這國 有一個人的 這國的體制 叫做馬來西 就是君主國家 你了解嗎 那個皇冠 只是給一個人戴 皇冠只給一個人戴 這個國家 叫做君主國家 那如果這個皇冠 是給每一個人民來戴 每一個人都戴皇冠 那這個國家叫什麼 民主國家 就叫做民主國家 那民主國家 這個皇冠都給每一個人戴 那請問他要怎麼行使 國家主權 他要怎麼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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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怎麼行使 他要怎麼行使 一個選舉 所以要去什麼 投票 他要去投票 投票選國會 就是立法權 投票選總統 就是行政權 然後 他把權力 再透過投票方式 再把他託付出去 給這些代表們 來行使國家主權 對 民主國家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馬來西 馬來西就是君主國家 就是我跟這個皇冠有一個人戴 這個人 他就掌握了行政立法施法 他就是一般這樣搞不好 所以他就會在基本法裡面 或憲法裡面 再把這個君主的這個租款 再透過基本法 把他權力再把它分配出來 所以他才會分配出來 變成說 國會 內閣 然後再一個施法 那國會的話 就由人民去投票 然後選一個國會 那國會的立法 國會有有立法權 這個有立法權 這個國會選出來之後 國會的多數黨 再來組成內閣 有沒有 他們這種君主國家的選 選好國會之後 國會的國會議員 多數黨再出來組閣 他變成一個行政權的部分 所以你看英國就是這樣子 那你看日本就是這樣子 所以日本沒有能力 再另外去投票選首相 有沒有 他們沒有另外投票選首相 然後一起跟他選國會 國會再來組閣 那這個呢 Aristocracy Aristocracy 這個就是少數的精英統治 少數人代皇冠 少數人代皇冠 那這個在過去比較歐洲的那個 比較古早的時代 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權力 是不是都有那些貴族 貴族在行使這些政治權 那貴族底下的 他的這些奴人啊 農民啊 是不是沒有政治上面的權力 所以這個國家的足足款就是 把皇冠給這些貴族帶 然後這些貴族就組起來 然後形成一個行政權 立法權 人家都會執政 所以這些貴族裡面 少數人代皇冠的 叫做這個Aristocracy Aristocracy Aristocracy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少數人 那什麼叫做Saharan State 什麼叫做諸款國家 諸款國家 怎麼說啊 每一個國家 它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不需要依賴任何的外國的力量 那它就是諸款國家 那各個這個定義 它反過來解釋 它說 那如果是這樣 自己可以管理自己 不需要依賴外國 那它自己的權力 就很自然的 就會跟其他國家的權力 完全一樣 這意思是這樣 所以你發現 美國這個國家 它的國際上面的權力 是不是跟英國一樣 都一樣啊 現在在聯合國裡面 任何一個國家 他們是不是都自己管理自己 那它是不是 每一個國家的權力都很快 那都一樣啊 所以他們就是依賴國家 那他們都是法人 那你回頭來看 台灣 台灣有沒有 有沒有這種特徵 它不需要依賴外國的力量 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可以嗎 不行啊 對啊 目前依賴誰 美國 那台灣國際上面 它的權力有沒有跟其他國家 完全一樣 也沒有一樣啊 對不對 所以台灣是不是主權國家 不是 從最開始的定義 到現在的這個主權國家的定義 都不是 台灣都不是 好 說下去 所以我們來 用一部電影來跟大家講解 這個主權的概念 讓大家借著這個電影 看點樣 看點樣 來更了解我剛剛講的那些概念 來 這一部電影 叫做Jack The Giant Slayer 捷克 殺巨人的人 叫做捷克 這個 這個巨人 你不要聽過 有一個報索 叫做捷克與魔鬥 捷克與魔鬥 可是有一個魔鬥 他那個偷偷問了 注意 你要說 誰誰誰誰誰 你給他聽聽 有沒有 聽聽有巨人啊 就是那個故事有沒有 我聽不懂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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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巨人有一天 就順著這個魔鬥的金啊 夜啊 那些傢伙在地面上面 倒在地面上之後 這些巨人就在攻打這個 地面上面的 自然人的城堡 這些小人的城堡 然後當這個城堡 會要被這些巨人 供下來的時候 非常危險 就這一幕呢 所有的巨人全部跪下來 所有的巨人全部跪下來 誒 那這其中 必有什麼 緣故嘛 其中必有英國啊 是怎麼他們在跪下來啊 那他們都騎了 那全部都跪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在巨人都跪下來 因為這個人 你要不要發現這個人 有什麼特色 這個人 這個捷克他什麼特色 看靠近一點 捷克我們特色 看起來很平凡啊 他頭上戴什麼 他頭上戴黃冠 你看這個黃冠在發光 所以這一點黃冠有魔力 可以讓這些巨人臣服 給他這些巨人臣服 我們剛才說嘛 黃冠沒有什麼 國家租款 有沒有 那巨人要向國家主權臣服 那這個黃冠就是巨人的什麼 Savity 巨人這個國家的Savity 就是用這個黃冠來代表 那被帶黃冠的人是什麼意思 被帶黃冠的人是什麼意思 就是Savary 就是這個國家的君主嘛 對不對 他被這個國家的主權托付給他 他就是他們的Savary 他就是他們的君主 他就是他們的君主 這先人就是代表所有的巨人的整體嘛 對不對 那諸款是怎麼說嘛 諸款也可以讓他們的人民 怎麼樣 臣服 讓他們的人民臣服 所以這個黃冠 巨人的黃冠代表主權 那個主權是整個國家整體 是這些巨人每一個人交付他的自由交出去的 所以他們要對這個他們交付的同權 要臣服 要尊重 要尊重 所以這個是這個意思 好啦 那接下來呢 那這個黃冠現在跑到哪裡去了 這黃冠後來跑到哪裡去了 巨人的黃冠跑到哪裡去了 這不一定的尾巴 是這樣 這個黃冠呢 捷克他們拿回去之後 把它鍍金 他把它鍍金 金子鍍金 鍍上去之後呢 開始打造一個黃冠 更大的黃冠 那這個黃冠 他就把那個巨人的黃冠放在裡面 然後把它打造成黃冠 打造成黃冠 打造成這一點黃冠 這一點是黃冠 這一點是什麼黃冠 這頂就是頂了 伊麗莎白的黃冠也一頂了 你知道這次電影在表現什麼東西嗎 表現說 因為這一個黃冠 代表來講 國家主權 最高主權 因為這個最高主權 可以保護所有的英國人 免於危險 對不對 本來巨人在攻打 攻打地面上的人啊 因為這個黃冠有魔力 所以這個國家主權 來保護所有的人民的安全 使這些人民不受到外面的侵犯 然後把握他們的安全 所以這個黃冠的魔力就在這裡 你了解 所以這次電影 大家要表現的是這個意思 不是 國家主權 伊非常的有權威 這個國家主權 所顯示出來 用圖像顯示出來的那個黃冠 這頂黃冠它有魔力 這個魔力可以足以使整個英國人 受到這個魔力的保護 你了解嗎 這個是國家主權 所以它要表現的是這個 所以你看這頂黃冠 就是女王戴著這頂黃冠 你了解嗎 你可以更理解 我剛剛想那個大文 你現在現在看有君主國家 這是日本 那你來看日本 天王他是不是沙伯仁 是不是 是啊 他就是沙伯仁 從剛剛這樣子介紹過來 天王就是沙伯仁 天王就是受到日本人的託付 那在大日本定谷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類似英國女王 他的身份 他的權利 他的權利 他的權利就是類似像英國女王這樣子 他通過憲法也是有行政立法司法 但是來到日本國的時候 二次世界大戰戰戰敗之後 那天王的權利就被限縮 而且是限縮的更厲害 那即便他的權利是被限縮 但是天王這個人 這個身份 他是不是國家的沙伯的身份 如果是 那他們就是君主國家 這個就沒有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西人日本國的憲法 他怎麼把天王的權利 把他限縮 一個人看 你不過憲法的前言一共 我們日本人 我們日本人 透過我們國會選出來的代表 合法選出來的代表 那我們決定 我們要保護我們自己 跟我們的後代子孫 這個和平和平的 與其他國家共同合作的果實 而且這個還有自由的恩惠 在軍塊土地上面 普遍的 普遍的這樣子運作 那我們決定了 從Never Again 不再 不再遭受戰爭的苦難 這個戰爭苦難 就是過去政府所造成的 透過政府的行為 所造成的政府 造成戰爭的苦難 他們不想要 在經過戰爭的苦難 所以他們宣稱 正式而且宣告說 Sovereign power 有沒有 跟 如假的共和漢博公法 用字都一樣 Sovereign power resize with the people 國家主權的power 那種力量 是放在人民的身上 resize 都放在人民的身上 and to firmly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然後我們堅定的 用這個概念 我們寫成這部憲法 再來 Government is the sacred trust of the people 政府是人民神聖的信託 the authority 政府的權威 是人民給他的 政府的權威 是人民給他的 the power of which are exercised by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政府的power 是怎麼樣運作呢 是透過人民選出來的代表 去運作 就是國會 國會 然後再多數展開主格 變成內閣 然後再選出首相 然後再去做執政 and the benefit of which are enjoyed by people 政府執政出來的好處 政府執政出來的好處 就由所有人民來分享 所以人家說明兒明治冥想 或者是冥想 冥想 冥想 都沒有想 享受這樣子的果實 所以日本國的第一條 第一條 就在說天皇 天皇 我看他的基本法裡面 看天皇的法威 阿憲說 然後天皇 在這個國 日本國裡面 他的聲音 是什麼 這是日語的 那他的英語版 是這樣子 The emperor show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天皇 就是國家的象征 就是一線巨人 一線巨人就是國家 那看到天皇 就是看到什麼 就是看到國家 and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是人民的集結 欸這個跟剛剛那個 道德公法那個 人民的集結有沒有一樣 也一樣啊 of the people people呢 the reality of the position 天皇獲得他的地位 是來自於人民的意願 是人民的意願 是人民的意願 讓他有這樣子的 一個地位 那跟我們前面講的 萬國功法 沙維林 是不是 是不是國家是沙維林 國家是為沙維林的事 不是 是因為有人民 有國家 才會產生沙維林 所以沙維林的身份 沙維林的地位 是來自於人民 跟他跟我們說什麼 有一樣 有一樣 people with whom resize 沙維林的力 人民 身上 有沙維林的力 有國家 尊貴的 國家尊貴 國家尊貴 是放在人民的心上 那 意思是怎樣 天皇甘虎 尊貴的 有尊貴 但是沒有權威 權威是放在 人民的手裡面 所以 我們這樣來看 那 如果是這樣 那天皇 他要做什麼事 他的第七條裡面都寫了 在這裡 中文版就是這樣 你看 天皇根據內閣建議 承擔為國民行使 沙維 有關 國事的行為 公布憲法修正案 法律 政令 及條約 這人是三個月的 社會的人 才能這樣做 沒辦法 萬一說 只有三個月的人 他可以做這些事情 就是代表國家的人 他可以做這些事情 他可以做這些事情 解散眾議院 召集國會 公告國會員選舉 認證大臣 官一任免 全權證書 大實 公實國書 這都是代表國家 這都是代表國家 要做的行為 認證 大色特色 有沒有 剛剛講 英國女王 那兩隻權杖 怎麼樣 公平正義 跟什麼 慈愛寬恕 所以特色這種權力 是savory 各位 都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給予榮 外交文書 外交文書 這都是國家的事情 這都是國家的事情 接受外國公使 以及大使 這都是國家 跟國家的事情 所以天王 即便是修改憲法 那天王他 還是日本國的 什麼身份 savory的身份 就是君主 所以日本 是君主國家 是不是 是 他是君主國家 那日本國的 他剛才有說 那個國家的權威 裡面 最後會被分權 我們來看日本的 這些政府組織裡面 他們這些政府 他們拿到了什麼權力 第一個 國衛是國家最高權力 是國家唯一的立法機關 The Diary of Social Security 它是 the State Power 國家國衛最高機關 而且是唯一的立法機關 所以 意思是 可以的 可以的立法權 那國家的 state power 移民說 算出來的代表 跟他剛剛前年 講的一樣 一樣 那行政權呢 行政權屬於內閣 executive power be vested in the cabinet 行政權 是托付給內閣 托付給內閣 托付給內閣 司法 司法權 司法權是由最高法院 拿下屬的其他的法院 來行使司法權 那行政機關 不可以做終審的判決 行政權 不可以干涉司法權 而且 司法的審判 法官的審判 只受憲法跟法律拘束 行政機關 其他人都 都不可以干擾他 這是三個權都噴出來的 另外一個 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這個 日本國憲法 在九點 他就是 我們日本的法 就是恆平憲法 他是放棄 放棄 以國權發動戰爭 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和武力 作為解決國際政權的手段 為了達到這樣子的目的 他不保持完入海空軍 以及其他戰爭的力量 而且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這個用英文的來看 比較好 比較容易懂 那 Japanis people 說這個 Renounce war is a sovereign right 國家 國家的這個租款管理 裡面有一個叫做戰爭的權利 就是戰爭權 那他放棄戰爭做為一種 國家行使權利的一種手段 那種手段就是來解決國際爭端 所以他就是在解決國際爭端的時候 就是他放棄使用武力 這個 the right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state 國家的交戰權 他是 will not be recognized 不被承認 不被承認 所以這個叫和平憲法 這個叫和平憲法 這個叫和平憲法 所以徒家來看 我記得 我倒不回 回到這個圖來看 整個日本 他就是一個居主國家 人民的集結 那天皇就是人民的集結 也是國家的代表 在天皇本身這個身份沒有問題 所以他是沙伯林 沒有錯 但是沙伯林 這個手握的東西 他把這個權利都交給人民了 所以他手上有沒有能握這個東西 就沒有 但是人民又把這個交戰權 這隻劍的權利又怎樣 丟到旁邊 他不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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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怎麼對於日本國來講的話 他即便他是一個主權國家 但是他把這個可以保護他自己的這種權利 他把他放棄掉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國家會不危險 這蠻危險的啊 這蠻危險的 其實這國家也蠻危險的 這其實跟這個國家 我們現在說的 國家心裡的一個基本問題 就是什麼 為了人民的安全 為了人民的幸福 我們現在說 國家和人民的安全就是最高法律 那你自己又把他保護自己的這種權利 又把他放棄掉 所以他都會形成有點危險 很容易受到人家的攻擊 很容易受到人家的攻擊 很危險 後來剛才把那幾個概念證明起來 國家底下有一個帝國 那帝國的同僧 在他的主權同僧下的叫做 他的東美就是他的領域 這個領域可以基於海、河、空、空、天空 最多都當他的領域 那他的領域底下有很多country 像日本來講 北海道、九州 北海道、北海道、北海道、九州四國 這些都叫做country 他主權可以所集之處 包括他的領海 包括他的河流 包括他的領空 那個叫做他的東美 那這些country所構成叫做territory 叫做領土 那在這個領土底下 就有很多不一樣的財產權就跑出來了 那另外一個土就是說 國家擁有country 國家擁有country 那這個country裡面 它就包含了這些things come out 包括一些私有財產、公共財產 然後一些叫共享財產 共享財產的意思是說 玉山 玉山是你的嗎? 不是 那是你的嗎? 不是啊 那你可不可以去玉山? 可以啊 你可不可以去玉山? 可以啊 那就是共享財產 但是它沒有屬於這個人的 它是屬於這個國家裡面的一個財產 所以在這個country裡面的話 不管是這裡的空氣、流水、海洋、裡面的魚 還有這個陸地上的女生動物 都是這個國家的財產的一部分 你了解嗎? 好 再來我們要說的這個議題 叫做to fortify self-gast external attack 就是國家做政府的人 它有這個師的目標 它都是一個目標 就是要保護這個國家 不要受到外在的力量的欺負 所以你要保護自己 避免外力的攻擊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國家安全就是最高法律 所以你一定要保護自己的安全 那這也是構成國家 構成這個政治社會的一個另外一個目標 我們就講 它目標很多 讓這個人民生活好過 讓這個發展商業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要照顧要有公平正義 然後要讓這個國家的這個宗教要自由 然後這個 再來一個就是要保衛自己 那保衛自己也是國家目標指引 那它的主要是 第一個 你至少要能夠defend itself 自我防衛 那你要整個自我防衛 你就要結合這個國家裡面 所有的力量 你才能夠抵禦外財 against all external incidents all violence 外來的侵犯啊 外來的這種武力啊 你才能夠抵禦它 那這個為什麼要抵禦 你如果不抵禦的話 你就被它消滅 啊被消滅 然後這個國家會不會存續 就不會啊 那這個國家會繼續發展嗎 就不就不如發展 就沒辦法發展了 所以要目標就是 要讓國家存續 然後讓這個國家往前走 然後更完美 這就是這個萬物公法裡面 國家存在的一個目的 也是執政的目標 所以大家在將來執政之後 這些都是我們的執政目標 你要在你的心中裡面 要保持這種中心思想 後來那什麼是國家的力量 剛才我講啊 combine strength 國家的力量 那我怎麼要 combine 國家的力量 那國家的力量在哪裡 第一個 你如果國家有足夠的力量 你就可以repost or appraiser 可以驅逐侵犯者 你國家有足夠的力量 你就可以secure its right 你的管理有你的供應 侵犯 你就可以維護你自己國家的權利 你國家有足夠的力量 你就可以reader itself respectable 你就可以受到其他國家的尊重 你就這樣來看 你看美國 他是比較受尊重的國家 對不對 你看那個比較弱的 內戰的那些國家 就散了一個國家 你會發現 你看他在這個被尊敬的程度裡面 是不是排名比較厚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但是你要驅逐侵略者 為國家權利 或者是讓國家受其他國家尊重 你都需要國家力量的達成 要有這個夠足夠的力量 你才能夠達成這幾個目標 那構成國家力量的三個要素呢 第一個 公民的數量 就是人口 不是軍隊的品德 不是國家的財富 這三個構成國家的力量 三要素 所以以後我們在執政的時候 你要讓國家強大 你這些東西你要 你要顧慮到 那我們一一來解析一下 第一個 你要讓你的公民的人數增加 increase the citizen 增加公民的人數 為什麼我要講增加公民的人數 因為有些人住在你這個國家裡面 他不是你的公民 他會問 你可不可以調他去打仗 不行 他不是你本國人 所謂的citizen 在萬國公法裡面 他的意思是說 構成這個國家的成員 黑社會叫做citizen 那不是這個國家的成員的一份子 他不是citizen 他只是在這裡面 在你的國家裡面居住生活而已 所以你要增加你的citizen的數量 要了解嗎 所以你把你增加就說 增加就沒有辦法給你建建的人 人口啊 的族群啊 要保護自己的這種族群 你不增加 所以第一個 增加人口 你要搭配使生活必需品豐富的目標 現在讓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豐富的目標 也是執政的目標之一 那也是政府的那個追求目標之一 這在萬國公法裡面 開 第一個目標就是這個 第一個目標就是這個 你要讓人民的生活 不予匱乏 不予匱乏 不然你要讓人民 經由勞動享受成果 我今天去做工作 我今天去做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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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行李的過程中間 我有信任 我這個信任 也要支助我的家庭的這個開銷 我能夠維持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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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要縮小貧富差距 一個國家要好走 你不能把所有的錢 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 你一定要均負 所以要縮小貧富差距 這個國家要好增加人口 不然很善良的人 很多人 你想他有能力 在服養他的後代 有困難啊 對不對 他就去下一個 他就去下一代 所以你要縮小貧富差距 然後要鼓勵婚姻 要繁衍下一代 那是男子跟男子 我怎麼繁衍下一代 還是男子跟男子 怎麼繁衍下一代 沒辦法 那你一定是男子跟女的 參加繁衍下一代 所以要鼓勵婚姻嘛 要鼓勵婚姻 所以他跟男子跟男子 他是想說 他要抑制獨生主義 給予婚的人 要優惠 要減免 要減免 如果予婚了 要準備要產生下一代 那你要給他適當的優惠 然後給他減免 讓他的生活負擔 再輕一點 他才有難免去 扶養他的下一代 所以這個道理是這樣子 公民撫養國家後代 這種人 他就有權力期待 比獨生者 享受更多的優惠 所以在交所得稅的時候 是不是 已婚的人 是不是減免的比較多 已婚 他有撫養後代的人 他是減免的人 是比較多 對不對 就是這個道理 他只是說 你那個減免的 平度 你要怎麼拿來 讓他生活更好 或可以扶養下一代 那就是你做政府的方案 你要去扣下去 那標準你的什麼地方 你想要達到什麼